自信是个好东西 爱莫生曾说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罗曼罗拉尔说 先相信自己然后别人才会相信你 自信是对自己有信心 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抵达自己的理想 就像树上的小鸟从来不害怕 树枝断裂 因为它有翅膀 它相信自己有翅膀 即使树枝断裂 自己也能飞离险境 飞向天空 小鸟的自信建立在它自身有这个能力的基础之上 自己有这个实力 而人的自信也同样如此 自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即使现在还不具备 但也相信通过努力可以获得 这才是我们应该正确理解的自信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却常常见到有些人的自信 却是建立在盲目之上的 没有认清自己 却又认为自己很优秀 而高估自己的能力 从而夸夸其谈 从而小如飞飞 他们往往陷入自己营造的一种 虚幻的优秀中 根本无法正确客观的认识 和评价自己的不足 有了这样的认知 他们表现出来的状态 就是目空无一切 目中无人 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自己懂得最多 别人都得以他为尊 都得为人他转 要是真有这么优秀还好 可事实却只是他的自以为是 盲目自信的人在任何时候 任何事情上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 盲目自信终究会自成恶果 在陈浩看来 自己的确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也当得起周围人的关爱和爱护 陈浩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从小到大学期都很好 在家里父母姐姐宠着他 在学校也是老师眼里的乖宝宝 凡是需要为学校拿荣誉的事 总是会优先派他去 而陈浩总是不负众望 在他所在的那个小地方 总是为学校迎来了光荣 所以陈浩打小小雄脯就挺得高高的 叫叫得很 大学四年他比县城学生更多刻苦和努力 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在学校的大力推荐下 他有了一份好的工作 算是凭自己的努力留在了县城 成为了制作城市的一份子 他一面努力地工作 另一面内心却是在膨胀 他对自己有一种迷之自信 这种自信表现在工作和生活中 总是标榜着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喜欢发言言论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领域 引来同事的反感 而他却不自知 却认为别人在嫉妒 认为是自己戴木秀鱼林 封闭垂枝 但他却忽略了人们 只可能会妒忌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 只对那些动不动就标榜自己 很厉害很专业的人 切之一笔 再说厉不厉害 应该是别人来评价 而不是自己来评价 可陈浩就是这样自信 认为自己什么都能 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说什么别人都要听 连对他的婚姻也是如此 秋秋是陈浩的小学妹 对他的刻苦和沉寂佩服的五体投地 是秋秋先追点他 这是他胜为骄傲的一件事 在他看来 秋秋的追求更能证明自己的优秀 因为秋秋是城市姑娘长得又漂亮 现在倒过来追自己 那绝对是自己的魅力 秋秋是家里的独生 家庭条件还不错 父母一直在做生意 早先挣了一些钱 虽然近几年父亲的生意受网络冲击比较大 但依旧是寿司的骆驼比马大 秋秋母亲很有投资眼光 这些年他把挣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买房子 然后再叨腾一下 出租的出租 出售的出售 每年也能挣不少 秋秋父母对这个颇有学识 能说回到的准女婿还是蛮欣赏的 直到说举婚时 秋秋父母才会对这个准女婿有了新的认识 在陈浩看来自己这么优秀 又是秋秋尚赶着追自己 秋秋家博士应该拿出十分的诚意吗 不是应该早向他表达自己的诚意吗 所以在秋秋父母问他婚事怎么办 房子怎么买 彩礼该怎么样 要多少合适时 陈浩总是顾左右而言 他博士说自己家境不太好 就是在强调自己的优秀 假以时日一切都会好的 具体婚事怎么办 买不买房怎么办 爱他老家的习俗 彩礼应该怎么给 给多少 婚礼应该怎么办 一句不提 让他摸不着 他到底想干什么 秋秋父母心里便淡 又不好表现出来 毕竟是自己女儿 忠于他 他们等秋秋可等不了 他一直催促父母 赶紧跟陈浩家谈 想早点嫁给陈浩 陈浩那么好 生怕艳艳长梦多 秋秋母亲却因为陈浩 一直端着架子 对陈浩有些意见 他却秋秋要矜持 秋秋啊 我看陈浩这个人 真是有智商缺少 情商 或者他对你并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结婚这样的事情 哪能不好好谈点具体事项呢 老说自己优秀 自己努力 那这个婚他到底是想结还是不想结啊 你到底买不买房 给不给财力 婚礼到底怎么办 总得说句话吧 你别这么着急行不行 直到秋秋急了主动去问陈浩 他才神在的说 我这么好的一个优质资源 你家出一套房子 怎么也是相配的吧 再说我们是要过一辈子的 这一辈子我会我们这个家贡献多少 难道你没有算过吗 秋秋很单纯 不就是要一套房子吗 反正家里不止一套 先拿出一套结婚也没有什么 父母一定会答应的 见秋秋同意去找父母谈 陈浩又说了 最好过户到我们两个的名下 这个条件秋秋父母开始没有答应 后来经不住秋秋软毛硬泡 答应把一套房子作为陪嫁给秋秋 过户的是等他们结婚后再办 但是彩礼一定要给 多少都无所谓 表达个意思就行了 这样各退一步 婚礼终于举办了 秋秋高高兴兴的嫁给了陈浩 婚后秋秋把陈浩伺候的很周到 每天换着样给他做好吃的 给他洗衣服 还运好搭配好 放在衣柜里 皮线擦得正亮 爱他就要给他自己全部的爱与关怀 而陈浩并没有觉得什么 因为他认为自己值得秋秋这么对待 但他还惦记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房子过户的问题 催着秋秋赶紧去办 秋秋父母却没有答应秋秋 而是对秋秋说 这个房子在你们结婚前 已经转到了你的名下 为什么他要飞急着转房产 我们不大相信他 如果你们能一直好好的过下去 不说是这一套 我家所有的财产都是你们的 你就给他说已经过户了 其他不要多要 秋秋啊 母亲的话告诉了陈浩 陈浩想看房产证 但秋秋说还在办 已经被过案了 陈浩很开心 立刻给婆婆打了电话 秋秋听他在电话里说 妈 你和姐姐来吧 我有房子了 秋秋心里不太舒服 但说不出哪里不舒服 陈浩注意到他的意样 不以为然只说了一句 我妈想来看看我 我不能不让他来对吧 秋秋还能说什么 只能同意了 但他对陈浩根本不与他商量 就自作主张感到有些不高兴 但自从婆婆和大姑姐 住进家之后 秋秋才意识到 陈浩原来并没有那么爱自己 以前两人生活 为陈浩做什么 都是秋秋心甘情愿的 可现在婆婆和大姑姐住了进来 每天的吃喝 也全由秋秋来负责 秋秋还上着班 下班还要给携在家里的 婆婆和大姑姐做饭吃 秋秋忍不住一些抱怨 可吴浩说 你爱我就要爱乌及乌啊 他们是我的亲人 没有他们哪里来的我 你应该感恩 这样的小摩擦一直不断 婆婆和大姑姐看到陈浩的态度 也越发大胆起来 有一次秋秋感觉自身不舒服 就让陈浩起来 给他母亲和姐姐做早餐 陈浩伸手摸了一摸 秋秋的额头 确实烧得厉害 也就起床去了厨房 结果婆婆看到 是自己儿子在做早餐 满心的不高兴 站在秋秋卧室门口 大声的喊他起床 秋秋烧得迷迷糊糊的 半天没有引打 大姑姐就冲了进来 把被子一掀 就要把秋秋搭起来 当时秋秋手里拿这个手机 他顺手往前一挡 就阻拦大姑姐 结果手机砸在 大姑姐的颗头上 力度到底大不大 秋秋不清楚 只是大姑姐捂住了 脑袋大声的喊疼 陈浩听到姐姐的哭声 进到屋里 把秋秋狠狠的一推 秋秋重重的跌在床上 脑袋直直的砸在枕头上 头晕了半天 也没有清醒过来 不起就不起 你还打我姐姐 谁给你的胆子 你要是不愿意 给他们做饭 你滚回你家去 秋秋一听这话 眼泪掉了下来 自己深爱着的人 满脸恨意的站在面前 他有了回忆 也认清了现实 这一切只是 自己的一厢情愿 父母接着他的电话 很快就赶了过来 他们接走了秋秋 临走前对陈浩说 这房子是秋秋的 马上把你妈和你姐送走 不然这事没完 陈浩并没有听他们的 他对父母说 继续住 别信他们说的 房子是我和秋秋两个人的 我还占一半 他们别想年龄们走 一周之后 陈浩被打脸 秋秋提出与他离婚 当陈浩看到房产症的那一刹那 就知道自己瞬间回到了一无所有 只剩下那可怜的自信 维持着他的骄傲 回应的是半步单单是 陈浩自视甚高 觉得秋秋离了他就活不了 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秋秋 而且还自信地以为 无论自己怎样对待秋秋 他都不会离开自己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凤凰男的略根性 永远把自己家人当家人 把妻子当外人 一遇到纠纷的问题 就自动地站队 从来不问对错 有时人会陷入对自己的错误认知中 觉得自己很优秀 很厉害 别人就应该主动积极地为自己付出 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自己 不过就是一个有着满身缺点 也有满身优点的普通人 不要用自己的纠点去对比别人的缺点 让自己愚蠢地自我崇拜 盲目自信 这样的你在别人眼里 不过是一个会演戏的小丑 早点看清自己 早日成为真正优秀的人 才会更好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和婚姻 持有所长 寸有所短 盲目地沉醉于自己的世界中 你就只能是一个笑话 还是不自知的那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以下方留言 我们会经历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